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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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有有涨 後來也有跌 我跟各位講 我已經講到 從應該是講了一兩個禮拜了 有些人永遠做多 他會搞不清楚狀況 他認為說 反正跌下來 很快就會又創新高 對不對 所以就拉回找買點 我說如果你買不對的股票 拉回找買點 要輸會快一點 要輸會快一點 拉回找買點要看股票 要看技術 不是只有這一句話可以躺賽掉 你不要一直講基本面很好 因為現在是多頭市場 你講這句話你還可以聽得下去 勉強 但是空頭市場你講基本面很好 你是在害人 也不要說害人 你講這個是不對方向 應該說不對方向 方向不對的講法 他都空頭 你說過年人的五千點 有六千點 你說基本面很好 你基本面很好就是 意思是說股票不要買 放在給他討勞 不可以這樣說 你明白嗎 你不可以每天都說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對不對 你一句話 剛才說基本面很好 股票有起有落 你基本面很好 長榮基本面也很好 那是不好 但是長榮基本面很好是 古年很好 前年很好 又不是今年很好 所以這句話不能夠 不能夠完全適用 任何時間 要改一下 對吧 我今天會跟各位談一下長榮 明天除夕 對不對 另外會談到的就是 AI相關供應鏈 最近爭議滿大的 AI啦 AI相關供應爭議滿大的 震盪幅度也算滿大的 你如果任何都沒落 我看不要看 好不好 我們今天到這裡就好了 你就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好不好 因為你現在看節目嘛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任何的股票都不會落 不會跌 反正就不會跌 很快就會漲 我們不算了 你不要看 浪費你的時間 我是看會跌 我是看會跌 但是不是每天跌 我已經講過了 我是看會跌 但是不是每天跌 你在漲的時候 漲的時候也不會每天漲 有時候也會跌一下 對不對 漲的時候也是這樣 漲的時候不是也會跌一下嗎 那跌的時候 有時候會漲一下 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認為說 不會跌 只跌啦 不會跌 這樣不算 你看到這裡就好 不要再看 因為你看到你會很生氣 因為我講的你不會滿意 我說的話你不會代 這樣我變得罪你 我變得罪你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們做股票我是價差炒作 我沒有在長期投資股票的 沒有在長期的啦 長期投資的 長期投資其實你任何老師的節目 你也不用看 反正你就沒掉了 漲上去你也不要賣 跌下去你根本不會賣 這樣就看節目 因為你每天都 你都不動作 你動作都一樣都不動 那你看節目有什麼用 你真的浪費時間 因為漲的時候你也是不會賣 跌了你也不會賣 反正你都不賣 你不要啊 你不是要回去投資的 你看節目是要了時間 你也很深色的 你乾脆滑手機拍電動 好了也會贏 這樣是不是 那我們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我希望你是 做價差操作者 就是有時候要買股票 有時候要賣股票 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要長期投資的觀眾 那有時候要做這個股票 有時候要做那個股票 而不是特定的股票 對不對 我們都是這樣講 你知道嗎 你看這裡 今天不是漲一百多點嗎 那為什麼賣壓會這麼大 又怎樣 好啦是台幣貶值 台幣貶值已經 貶值百貨港了 你還不知道喔 台幣早就貶值啊 這有什麼好講的 台幣已經貶值很久了 你一直想台幣貶值幹嘛 早就貶值了 又不是今天才貶值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賣壓這麼大 昨天也有上引線 今天也有上引線 為什麼會這樣 問題出在這一檔 那這一檔為什麼賣壓很大 因為這檔看討看明 它十日線已經扣底高值 而且月線扣底值 慢慢上來 所以我是很擔心這檔股票 這個月線往下轉 轉下來以後就到這裡來 到這裡大盤就會到這裡來 這個缺口就會回補 因為這條線會移動 季線會移動 你看季線每天都不一樣 因為扣底值的關係 你看這個季線 季線 季線扣底值在這裡 這箭頭在這裡 這會移動 會跑 跑來跑去 那現在還是扣底低值 這比這邊低 所以它往上跑 但是它不會轉彎 你注意看 你看它就每天都往上 因為價格都不一樣 那你等到 如果說等到 老師那是不是要回到16200 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就是其實面很壞 你程度就不好 不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這會移動 昨天是195 今天是21 對不對 這會移動 所以等到它跌下來以後 因為時間越長的時候 這邊會往上一直移動 然後它下來 不是它下來跟它交接 就是它站的不動 它上來 兩種方式而已 一種是時間修正 一種是空間修正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會這樣呢 全世界都一樣 這邊都講 全世界都一樣 你看最早移動下來就是德國 那第二個移動下來就是韓國 韓國不是到季線了嗎 這條就是啊 上一次季線在這裡 所以韓國它 它會進入整理 它不會再大跌了 所以你如果說韓國 我每天都跟你說韓國 每天都說日本 每天都說德國 我就不在說共產黨的股票 共產黨的股票不準啊 不然你看俄羅斯的股票 你有在看嗎 你有在看中國的股市嗎 不準啊 因為你如果看這個你就不用做啊 它空頭啊 它這也是空頭啊 空頭空面啊 我們都創新高 它也沒有創新高 這都創新高 你如果看這個就不要算了 這都季線是往下打的 季線壓在上面啊 那我們季線是在底下 踩在底下 完全不一樣耶 這都是空頭指定的 它空頭指定的 我們是土頭指定不一樣耶 這也是土頭指定的 這也是 這都是啊 所以我說的都是說美國 日本韓國 亞洲我就看講日本韓國 有代表性嘛 台灣嘛 那你全世界最大 你就是看 最大的市場就看美國嘛 歐洲你就看德國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啦 這樣就夠啦 你看到俄羅斯去哪裡 還是看那非洲國家股市幹什麼 你是在三百條 你看那麼多幹嘛 那沒有代表性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全世界都在走修正 不是只有台灣 所以你不要覺得委屈 所以很多的股票 它一跌下去就是三五成了 如果你沒有處理好 你要看技術面 但是有的股票會補漲啊 我就說過啊 我這幾天都一直講這個啊 那這檔股票的時候 為什麼你一直要講這個 為什麼要講資源 我們這支股票 我們會負責就買 買200塊左右 我今天T7有講 這裡我有講 我在這邊要講 因為我做了好幾趟 我就解釋給你看 我怎麼做這檔股票 我沒有在常理投資股票 就200多塊以前的 這個是 這個做了好幾趟 就賺很多錢 我忘記了 因為沒有做表格 反正就是 你有看節目你就知道 我這邊撈了不少錢 對不對 那撈了不少錢 200塊以上 我記得200塊以上 那時候就先賣掉 那這個是過去 那跌下來我在196買 我不是有 這個你就比較有印象 我196買 結果不對了 對不對 我不能講 只有講賺的 賠的我就跟你講 結果我就說 停損要設在這個景限 181塊 所以跌破要先停損 至少要先減碼 不然就要停損 那是不是就輸了15塊 15塊 那你181塊如果不賣 跌破不賣 是不是又到 跌到158塊半 你後面這不是跌完 所以我做給你看 181塊停損 我就自己跟你講停損 我節目都有講 那我買回來是158塊半 你記得嗎 我是買158塊半回來 那181跟158塊半 你看中間就有價差 我就不要讓它一直虧損下去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這才是做對啊 不能一直報老 那我後來再上來以後 158塊半對不對 拉上來以後我不是賣掉一趟嗎 我記得是賣在176塊左右 已經有點 要查一下 那這一趟 我是不是賺17塊半 那我這個一次兩次我就扯平了 我到這裡就扯平了 那前面贏的都不算 就是這兩次我就把它扯平了 那後來我是在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做嗎 對不對 那後來 我不是這邊有叫你參加除息嗎 你記得嗎 那除息嗎 5塊錢啊 6月15號啊 對不對 6月15號除息啊 對不對 那我的意思 我們在 我們這邊做了好幾趟啊 我已經有講到有點 有點自己都已經忘記了 反正就是做一個結論就是說 一次1515塊 一次贏了17塊半 一次賺了31塊半 這個TG都有講 那後來在最近買回來 分兩次通知會員 已經買了就不准再買 買兩成 對不對 對不對 那買兩成平均價就是200塊 就是200塊啦 費關都在看啦 平均價啦 買兩次啦 各一次嘛 對不對 買了以後就不能再買 就買兩成 今天這樣 還賺十幾塊 賺十幾塊 我早上還 那我比較少講當充 早上還當充一次 早上還開盤前 開盤前我就跟他們講說 要充當股票 有的去買200塊一塊 有的買200塊一塊 有的200塊一塊 有的頭照 這裡也賺十幾塊 假設你沒有賣到最高一點 你可以賣個 賺個十塊錢也很輕鬆 對不對 我們破斷單賺了十塊錢 當充單也賺了十塊錢 但是當充不是說每一天都會操作 我賺多少 我說的有很清楚 明天再跟各位講清楚一點 因為今天有的價格上我都沒有登記起來 我自己憑記憶跟你講 我都在看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啦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啊 有造假嗎 是不是 會員你都在看嘛 你都在看 是不是這樣 今天資源沒有漲停板 沒有漲停板 可能就是受其他股票影響 或者是當充貿客的影響 不用緊啊 沒有漲停板 這個會不會 會不會過這個高點 一定會過去啊 我就告訴我的會員 我昨天跟今天都告訴我的會員 我自從我買了200塊回來左右 我就告訴我會員 我們下一個目標就是 218以上 到另外一個價位 218到另外一個價位 這頭信會買回來的 那個價位是多少 218到什麼樣的區間 那個地方才是賣點 但是賣點不是218 那很多人為什麼今天217塊 最高點 有的當充貿客就趕快下降 因為前面有個218嘛 大家會怕嘛 大家會怕說 要在這裡套牢牢 這都當充還是要套牢牢 那這邊217這邊218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如果對這個資源 這個股票未來的賣點 如果你想要知道 其實你也可以打電話到公司 來問我們服務人員 也許他們會跟你講 那你不要再提起問我 我不跟你講 就是會過這個高點 最快明天就通過了 老師要上癮線 我才不會上癮線 現在股票常常都有上癮線 上癮線算什麼 股票常常都有上癮線 這支也有上癮線 昨天不是有上癮線 昨天上癮線更長 今天還不是一樣通過上癮線 你了解我意思嗎 現在很多的當充貿客 所以難免都會有上癮線 所以你現在看了K線 跟以前看K線的解讀不一樣 了解嗎 那你說老師這個呢 這個現在很麻煩 可能價格上到時候我們要提高 因為它太強了 這支就比較噴湯了 這支我早上會跟你說會翻大 真的翻大嗎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翻大嗎 這個 這支 那今天我鐵枝有功 我買這支嘛 那清理庫左右買了 當然不是今天買的啦 我今天拿電板 我今天一個手就拿電板了 這支 那我們的股票都在看 有沒有都會知道 我們的股票都在看 唯一贏就是唯一贏 我常常在操作這樣股票 那就是偽創的子公司 而且偽創也很強啊 這樣偽創啊 所以AI股票 都還有機會再創新高啊 了解我意思吧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邊先講 萬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無物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計校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萬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無物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計校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所以我跟各位講 看技術分析 你反彈有些股票 我現在跟你講我還是做多 但是我大概做五成左右的股票 就是一千萬做五百萬 我也沒有說我空手 就是減少股票 然後做的股票 做的股票 我都有跟你講 但是大盤會不會再跌 會 台積電會不會再跌 會 如果台積電不跌 我為什麼要看大盤大跌 所以你說老師 這邊漲了快兩千點 這邊總共主生段漲了 從這139 漲了快三千多點 怎麼可能跌五百一點 就炒炒結束 尬那麼厚 沒有這麼簡單 你看它上去以後 馬上卻不爆白 對不對 你就知道說現在有多難做 所以我們一估說指數 未來反彈以後 就算明天再漲 下個禮拜還是會繼續往下 來整理 那AI股票 因為這檔股票還蠻強的 所以我認為AI股票 短時間還 還沒有完全結束 比如說你看這AI股票 都相關的比較出名的 你看這種AI相關股票 聯邦或者是這個 對不對 或者是這個 這大家都常聽 尤其是這個股票很有代表性 這個是它的子公司 這支我們的股票 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我已經講過 像這種在整理 這個在整理對不對 這個在整理 這個在整理 像我有說這支的反彈 你看 真的嗎 這個在整理 這種低G期的它就會上來 你看這支股票就好 這218嘛 對不對 在這裡 早就通過了 這都創新高機了 只有這支公司的反彈 所以這支在補起就完了 在這裡 一樣的位置 你看人家都跑那麼遠 對不對 包含台積電都跑到這邊來 台積電 自圓218 台積電在這裡 了解什麼 像這種原因要注意 這回撤 這種比較早回撤的 回撤到季線 對不對 你要注意 這要注意 我叫你注意 你就要注意 像我說長子叫你注意這支 你看 就不用管線不用賣 老師 你不是說長榮 長榮我告訴你 我這邊有講得比較清楚 你最好是加入 你看這裡 很多人說長榮到底要不要儲息 我跟你講 一直講的長榮要儲息 要有職利率很高 都是套勞的 百分之一百 我告訴你 套勞才會講那麼話 你股票1750人 為什麼一定要長榮 誰規定 為什麼一定要長榮 你賠錢長榮套勞 你為什麼一定要長榮 一直要報長榮 你可以換股 我也是做給你看 你看這一波我賺了百分之八 我不是這天賣掉 我也跟你講 我就怕假除息 怕假除息 就賣壓 明天除息 明天除息 到底會長會跌 我在這個TG裡面 我直接講 會長 我沒有在模擬兩可 我沒有在想說 或許也許假設不排除 假如 說五四三的不好 那不本書 那分析書不可以這樣說 也許可能假設不排除 我上次沒有在說這個 我直接講 氣 明天就是氣 長榮 如果長榮 你明天的氣是大氣 還是收窮的氣 可能會大氣 反正也起電板也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今天跌下來 而且主要的原因 因為我其實在TG裡面都要講 那明天我再解釋清楚一點 可是老師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沒有不買長榮來除息 我在模擬 我會讓我們會大氣 那我會讓我們會大氣 那會是幾百個頂 那九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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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那有的所得稅要繳30% 40%的 那你分了一顆稅也28% 誰要啊 又不是一兩張 兩三張 那會要大氣 那會是一百個頂 兩百個頂在結電 你了解嗎 你了解不 為什麼不除息 我要考慮到所有的會員 所以我就不參加除息 所以你不是說大氣 你還不需要除息 還不需要買 我買這支不行了 我買這支 60塊 你記起來啊 我已經這支股票很久不可以做了 我就買這支 陽明 那說來長榮除息跟陽明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了 也沒有關係 而且我陽明我也不參加除息 陽明是下禮拜除息 我也不要 基本上我是不要 我們做短線就好 做假查就好 長榮為什麼明天會大漲 當然我不是說一定百分之百一定對 我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對的機會很高 我也不能說滿百 這樣很臭皮 因為第一個 這一天是跌的 而且量是大的 非常好 如果今天是漲的 我就不敢買陽明了 今天如果長榮是漲的 我就不敢買了 而且連跌兩天 他一定跟著走的啊 而且另外長榮的期貨 我在TG也講 長榮的期貨今天高達三萬多口 三萬多口等於是六萬多張的長榮 因為一口是兩張長榮 所以今天長榮成交量大概有 加起來的話大概有十七八萬張 如果期貨跟他下限貨 這個我很懂的 那很多人不敢不要長榮去除息 他變成說去買長榮期貨 因為長榮期貨不可以去獲稅 獲稅金 你長榮你除息一張七萬塊 你買一百張就七百萬了 七百萬你要高哪個稅 你如果說我買一張兩張 一張兩張當然沒有在扣這麼多 那問題外匯王 他們都買我六百張 你不可以這樣說 不然大家都買一張兩張 買一張兩張 五張三張 十張那不可以快 你買多張就有差 那扣錢扣就很多 就算沒有納入所得稅 用分離課稅百分之二十八 也不少錢 你五百萬要被課多少錢 有些人還配息配了一千萬 那你要講多少錢 所以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最近的賣壓會這麼大 這樣我聽得懂我意思嗎 你不會操作來找我 行情不會這麼快就往上漲 有些股票反彈的時候 該賣就要賣掉了 那我們也都是做價差 操作做給你看 沒在等級投資 瞭解我意思嗎 像我們今天資源做的股票 對不對 唯一騎人辦 對不對 我們買陽明 買陽明對不對 六十塊 都說你聽了嘛 對不對 加了還有Telegram EGO 3008 我這邊都講得很清楚 那你操作上有任何問題 你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你自己在做 都是建議你啦 要設停損 那這個盤是 明天如果有反彈 或者下禮拜有機會再反彈 該賣的股票要先賣掉 先賣再來買 先賣再疊下來再來買 這樣你也一樣意思嗎 那我們今天報告到這裡 明天見 明天見